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作者是韩国的白希娜 翻译苏义珍 这本书是由维京出版社出品 月亮雪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夏夜 狼群们全都热得睡不着觉 什么事也做不了 在狼群人全都热得睡不着 冷气机是开得哄哄响 电风扇也羞羞地转 每个人都想在夜晚能睡个好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哒 哒 哒 嗯 是什么声音啊 往窗外一看 啊 天哪 好大 好大好大的月亮居然滴滴答答地融化了 勤快的狼奶奶赶紧拿起大脸盆 冲出门外接住融化成一滴一滴的月亮 哎 这盆月亮该怎么办呢 狼奶奶决定把金黄色的月亮倒入制作雪糧用的模型盒中 然后把它放到冷冻库 冷气机轰轰响响 电风扇咻咻转 电冰箱嗡嗡嗡 啪 哎哟 哎呀 哎 啊 四周突然变得黑漆漆 好像是太多电器同时运转 大楼啊 停电了 大家都到家门外 每个地方啊 都漆黑一片 连想好好走路也有点困难了 这个时候 哎 狼奶奶的家流泄出了几道明亮的金黄色的光芒 于是大家随着光线都聚集到了狼奶奶的家门前 老奶奶开了门 嗯 把月亮雪糧一支支的分给大家 月亮雪糧好冰好甜啊 就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吃下月亮雪糧后 闷热无比的暑气立刻消散 那天晚上 家家户户都不开冷气也不吹电风扇 把窗户全都打开来睡觉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每个人啊 都做了一个冰冰凉凉又甜美的月亮梦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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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诶 这次又是什么声音呢 往门外一看 啊 两只狱兔拿着行李站在门口 自从月亮消失后 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哎呀 这下可糟糕了 狼奶奶坐在餐桌前 陷入了沉思 然后 嗯 她看见餐桌上的空花盆 狼奶奶决定把剩下的月亮 倒入花盆里 接着 盆里居然开出了一朵 像月亮一样 皎洁明亮般 还巨大无比的花 这朵月见草花 直挺挺地朝着夜空 努力地绽放 又过了一会儿 乌黑的天空 突然出现了一抹微弱的光 小小小的 一点光芒 开始慢慢地 慢慢地 越来越大 最后 变成又大 又黄 又圆的 一轮满月 玉兔们 开心地手舞足蹈 搬进了他们的新家 狼奶奶也进入了又冰又甜的梦乡 大家晚安 好了 小耳朵 月亮雪落的故事啊 花霸给你讲完了 除了又大又圆的满月 你还知道 有哪几种月亮吗 来底下留言 跟花霸分享一下吧 我们 留言里见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